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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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午安 歡迎收看 架景特知 今天大盤子速最高8477 過了前波的高點 我上個禮拜一再跟你提示 前波的高點8476 不算什麼 遲早會過 今天真的過了 整個一個大盤架構 到底是不是多方的結構 同樣自己去看 至於去看 領先過高嘛 對不對 盤勢的架構其實在 這半個月以來 沒有鎖定我節目的 光是大盤的分析 我認為你應該就覺得 非常的過癮 至少你看我節目 這一波的行情 你是做多的 你不會去放空 好不好 在11月14號 大盤 長黑打下來 拇指轉折 因為融資在递減 所以我說這個大盤 至少有價差利潤 那這個價差利潤 大概100多點 對 大盤15 大概從8100 漲到8200 漲到8200 那漲到8200 價差賺完之後 11月20號我告訴你 接下來再建一個低點 盤會緩步墊高 所以在隔天21號 一根長黑打到8100 我說下來要佈局啊 這兩個位置 我告訴你 價差 布局 方向有沒有對 整個一個盤式的給拿捏 在11月26號告訴你 已經過了短波的高點嘛 所以強度變強 波段股會比較多 波段股會比較多 所以大盤的走勢 有沒有如同我的預測 今天真的過了前波高點 最高8477 Bingo 好不好 所以當然在今天一個大盤 創新高的同時 我會做一些調節持股的動作 賣股票當然是在選擇 大漲的時候比較好賣嘛 一定是這樣做嘛 高低點的波動循環架構 既然指數在低檔區8100 我告訴你要買要佈局 今天創新高了 什麼股票要調節 30分鐘的節目看完 你就知道 楊誠今天有沒有賣 今天的楊誠 一開盤很漂亮了 鎖漲停了 那漲停盤打開 我做了調節動作 這檔外資投心 在做這樣的一個極油股 我們之前就跟你分析過了嘛 去年度整年度賺了1.86 去年度第一季就賺了2.05 去年度前三季就賺了6.18 獲利倍數成長 所以外資投心都在做帳 那今天其實我的預備動作 只要楊誠隨著大盤開高 我就會賣 我今天的策略打定就是如此做 所以當楊誠今天來看一下 今天大概9點56分 漲停打開 那楊誠漲幅已經超過5成 大概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市價先出清一趟了 那9點56分的一個楊誠 告訴會員市價出清 58分在107.5 所以大概可以賣在107 107一定賣得掉 尾盤還曾經一度要攻漲停 那我相信一檔股票 最好賺了一段 從70幾塊錢到今天109.5 繼續賺 漲幅超過5成 就先賣一趟吧 把最好賺那一段賺下來 其他的不是我要去關心的議題嗎 如果你認為後面還有一大段 恭喜你繼續賺下去 我只把眼前 該給會員的破斷持股的利潤 先賺給你看嘛 對 在26號 我就告訴你 破斷股會比較多 大盤的走勢引動出來 一檔強勢主流類股 楊誠是其中一檔嘛 不到兩個禮拜時間 漲幅超過54% 當然先賣一趟 先賣一趟 那早盤楊誠賣掉的資金 我稍微給你透露一下 我們執行轉買另外一檔楊誠股 先讓你知道 我的一個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一檔做完再換一檔 這種節奏的一個概念 這種順暢的一個操盤手法 如果你有辦法做到 我相信今天的精銳 跌停板你是可以避開的 我在上個禮拜 已經告訴過你了嘛 精銳的歷史高點 不管有沒有過 你都要先減碼一趟 我會不會買股票 那我會不會更會賣股票 相應頭廟你以前 跟過的頭顧老師 很多帶進不帶出 不然就是每天在射飛鏢 持股檔數太多 那不然就是電視上講的 跟實際上代會員操作的不一樣 我在上個禮拜 精銳這檔股票 還沒有逼近歷史高點 我就已經把會員的一個資訊 大方的送給電視機的觀眾 所以今天的一個精銳 跌停板 上禮拜五你有沒有買 我們來賣股票一下 我有沒有帶會員賣 上禮拜五的精銳 VIP會員的一個訊息 10點16分 精銳股價已經接近歷史高點213 上禮拜五高點212 差一塊錢 所以在208以上獲利賣出 10點16分高市會員 10點16分的一個 精銳價位在208.5 208保證一定成交 一定成交 我上個禮拜五 要帶會員賣出去之前 禮拜三 我們提醒你 歷史的高點 歷史的高點你要很注意 那在上個禮拜四 12月5號 我有沒有在電視節目當中 告訴全國的投資廟 不管精銳有沒有過歷史高點 你總是要先解碼一趟 那麼詳細的一個VCR 我們當然要請打播播一下 好不好打播來 我到今天出了嗎 出了嗎 再給你一個答案 那個歷史高點 不管過不過 你至少都要解碼一下 好不好 人盡意志的分析 好不好 給會員的資訊 今天順便給你帶到 給會員的資訊 我上個禮拜四 順便給你帶到 對 上個禮拜四 12月5號 我禮拜三禮拜四 告訴你精銳歷史高點 這附近你要解碼 講完之後 禮拜五 我有沒有帶會員 精銳做賣出的動作 2018以上獲利賣出 接近歷史高點213 當天最高212 我賣了 賣掉之後 今天呢 精銳 大盤今天 創破斷高 那為什麼精銳 今天會跌停板 為什麼 原因 上禮拜 已經 交代夠清楚了嗎 這就是一個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買賣點 的一個拿捏 那不是青菜公共的 也不是事後放套 我如果要當天告訴你 那是你的 幸福的感覺啦 對 有時候真的是 該保留給會員的權利 我當然要保留給會員啦 不過這檔精銳上禮拜五 我就告訴你我賣了嘛 就逼近歷史的高點了啦 該不會 是不是 那對於昂寶這檔股票 我們在11月26號 傳真稿的一個支股 裡面已經有昂寶了 對 4947的昂寶 來 11月26號 大概在220附近 今天305 這樣有80塊嗎 你擋股票 一樣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讓你賺將近80塊錢 今天能不能趁著大盤創新高的同時 賣一下 可不可以賣 是不是 所以從11月26號 到上個禮拜三 我告訴你 這檔昂寶領先大盤過高的強勢股 行動電源大陸市場接到明年嗎 講完之後 上禮拜四 還攻漲停耶 禮拜五呢 一樣繼續攻漲停 那今天的昂寶創新高 293以上先獲利賣出 9點59分 大概10點鐘左右 那10點06分 昂寶在294 所以293以上一定賣得掉啦 一定賣得掉嘛 我們給你的訊息 我說過嘛 如果是虛偽造假 或是沒有辦法讓會員成交的 我負所有的責任 包括法律責任 所以今天的昂寶 賺了快80塊錢嘛 選擇站在賣方 293以上獲利賣 收盤還好 一樣上漲2塊半290啦 所以對於今天的一個大盤 能創下波段行高 這兩個禮拜 我提到大盤的見解 對投影面的操作 有沒有幫助 那個方向感這麼重要 你在塞車嘛 總是要有人來 當你的導航嘛 你才不會走錯路嘛 所以光是這半個月 大盤的一個走勢 有沒有在我的一個掌握當中 今天創下一個波段新高的一個大盤 我喜歡賣股票啦 說實在的 所以大力光 如果你真的還想跟我賺的 等下一趟吧 這樣大力光大概在1000塊錢開始買的 今天創下歷史新高 1145塊錢 去投去為大概賺了130塊錢 今天我不會帶你去追啦 對你今天去買大力光的絕對錯啦 絕對錯 股王的一個操作 你看一下 從去年度的10月份開始 我們累計的報酬率 幾趟 24681012 連同今天12趟 總共1378塊錢 好不好 過去的一個老同學 應該很清楚 我怎麼買怎麼賣的嘛 這一次1000塊錢買 1130塊錢附近出掉了 賺了130 會買當然要會賣 所以你想跟我們賺大力光的 等下一趟好不好 當我通知你 可以買大力光 可以買這檔股王的同時 記得不要缺席啦 那郁金光我會告訴投資面 你可以去買 因為這個基本面 我已經分析過了 今天郁金光盤中一樣中錯啦 又快要破底了 自己看一下基本面啦 好不好 郁金光 今年度的一個前三季 是虧錢的 去年賺9塊錢 大力光今年度的前三季 賺了46塊錢 哪一檔股票 值得投資值得買 哪一檔股票 它給你一個價值感比較優越 它給你風險比較低 相信從財務結構的分析 你就已經一目了然嗎 所以做股票做最棒的 手機鏡頭大力光第一名 郁金光已經殞落了 不要去碰好不好 那今天宏冠店 我一樣做八檔 我一樣做八檔 9點22分告訴我們VIP的一個會員 宏冠店量價不對稱 在70.7以上先獲利賣出一趟 9點22分 宏冠店在71塊錢 所以70.7以上 先獲利賣出一趟宏冠店 賣得掉嗎 當然賣得掉啊 我們給問你一個資訊 我說過保證一定穿價成交 今天宏冠店你不跟著賣 尾盤剩68.2 從71塊錢到68.2 10張大概差了2萬8 會不會賣 有沒有差很多 同樣你自己去評斷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不是每天肯肯買 每天肯肯買 往上頂高不動的賣 你會把揚一長 我們給你的有沒有帶進帶出 有沒有帶進帶出 從上個禮拜的一個解碼 到今天大盤的大漲 一些持股我再度的做調節 我會賣給你看 希望我們用心帶會員的 電視上講的 當然跟實際上帶會員操作 是一樣的 好不好 持股檔數不會太多啦 大概三檔啦 行情好一點 撐到五檔 帶進有沒有帶出 看我沒有帶會員賣股票 你就知道嘛 所以對於年終作帳的圓夢計畫 不管是鑽石的一個專案 還是比黃金的一個專案 我要幫你創造千萬的人生財富 尊榮VIP搶先賺 搶先賺啦 這個紅包大禮我先送 加碼送 回歸好禮加碼送258的一個大禮 朋友好好把握一下 我們給你尊榮VIP 搶先賺的一個訊息 好好待在身邊 不是只有年終的一個大作帳行情 明年度與月份的一個資金效用 過完年之後的紅包行情 多值得你跟我們一起來參與 尊榮VIP的一個搶先賺 回饋好禮加碼送 258提前送給你紅包禮 你務必要把握 休息一下再回來 來 市中心百平大戶 超值珍藏的豪宅 內湖正核心 名人像新聚落 P&T百平垂直森林園 空中樹水中花熱銷蒸藏中 大華胡樂 27850888 投資大師巴菲特說 尋找明星產業是我們成功唯一機會 蔡老師說 抓住主流順勢而為 不賺都難 只要找對主流 就會比別人快一步 比別人賺更多 您還在徬徨 不知主流在哪裡嗎 蔡老師創造主流價值 讓蔡老師引導您再度出發 現在負打直銀推薦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寄信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亞洲投庫 2578-3777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 三點五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擺有 歡迎各位大家 節目內現場 今天升級股有一點走落 你要小心它再度的一個修正 今天台會提跌停板 至今也跌停板 我不曉得在上禮拜之前 這些升級股 你有沒有做調節的一個動作 我們的分析 有評有距 有沒有跟你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這一檔至今 11月29號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這一條反壓 決定加減碼 如果沒辦法過 就是要賣 好不好 我講得很肯定 所以整個字琴 下來 你沒有賣的話 今天跌停板 來到一個波段低點 很明顯的一個字琴 形態已經轉落了 暫時不用接回了 好不好 再度的提醒你 不要隨便低接 一檔股票如果明天會漲 後天會漲更兇 它跌下來當然可以買 但是如果它剛轉落 形態剛被跌破 不要輕易的出手 對於字琴 我們在11月29號 已經告訴過你了 這一條藍色的反壓線很重要 我有沒有帶會員賣 隔一個交易日 就是12月2號 字琴反壓沒辦法突破 251以上就可先獲利減碼 9點59分嘛 告訴會員 對反壓沒辦法突破251以上 先獲利減碼 那9點58分左右在251.5啦 所以251以上 絕對賣得掉 因為盤中還有拉到快平盤附近 所以我們在12月2號 也就是說我在11月29號 告訴過你之後 當天是禮拜五嘛 6日放個假 禮拜一 反壓沒辦法過 251以上賣至琴 賣 就這個點啦 這個點嘛 沒辦法過嘛 那是不是要錢嘛 那是不是要賣 251啊 今天剩216耶 差了三十幾塊錢耶 我們帶你避開 我們帶會員賣 我有沒有預告讓你知道 頭子廟 我的用心良苦 不管是我民事還是暗事 在30分鐘的節目 告訴你這檔股票 要怎麼進要怎麼出 你要很透徹 你如果沒辦法透徹 好好把握一下 尊榮VIP的搶先賺好禮 加碼送的 二八 我要讓你一路發 發到過年 這提前 加碼送給頭子廟一個回饋好禮 你自己好好把握啦 我一定會讓你產生一個 鑽石黃金的千萬人生 好不好 資產要怎麼倍數規劃 如果精挑細選手碼股 強勢主流股 我會帶你領先佈局 好不好 訊息帶著 不用客氣 行情我看有看不到 你光是看我大盤的分析 以及個股進出的一個節奏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今天一個生技股 提醒你喔 這一根長黑有殺傷力 所以生技股暫時不要低接 我們目前會員手中持股 已經沒有生技股了 就如同11月1號這一根長黑 我說有殺傷力 意思是一樣的 有沒有下來 下來上去要減碼 那今天的一個生技股 在大盤創新高 它竟然又出現一根長黑 那不是很弱勢嗎 所以生技股目前 端期不可以再低接 不管是智勤還是台威體 都是一樣 好不好 那鼎漢 智隆股票 在上禮拜四 告訴你領先大盤過高的強勢股 它是做專業條碼的印表機 既然是專業的條碼式的印表機 它的一個技術門檻比較高 所以能進入這個領域的 這些公司 它的獲利當然會比別人高很多啊 這是技術門檻跟獲利 成正相關的一個道理嘛 所以今年度的前三季頂漢賺超過一個股本 它又領先大盤走高 大盤是今天才過八四七六前波高嘛 頂漢在上禮拜就已經突圍了嘛 就已經往上走高了嘛 所以上禮拜四 我們告訴你 我賣了一檔股票去加碼頂漢 這檔股票你知道是哪一檔嗎 來 我把這個公開給你知道啦 就是台圍體啦 上禮拜四 有沒有 4152台圍體 在370以上獲利賣出 資金轉買頂漢 這是我們尊榮VIP等級的一個持股 上禮拜四 對 我把它掀開啦 如果我掀開的跟沒有掀開的 這個裡面的一個文字訊息 你是有造假的 我一樣對會員以及電視機的觀眾 負所有的法律責任好不好 所以我上禮拜四 已經把台圍體出掉了 去轉買頂漢啦 所以生計股我在上禮拜 出了台圍體也出了所謂的一個志勤嘛 那你認為台圍體出的對不對 上禮拜四10點22分 台圍體出掉喔 上禮拜四的一個台圍體 10點27分 在371.5 我22分告訴 會員在370以上獲利賣出 轉買頂漢 賣得掉嗎 過了5分鐘 從10點22分到27分 還在370以上 當然有辦法順利的一個成交 賣台圍體 轉買頂漢 上禮拜四的動作 這個動作對還是錯 自己去看 台圍體今天跌停板342 上禮拜四12月5號嘛 賣台圍體啊 轉哪一檔 轉頂漢啊 轉加碼啊 加碼完頂漢 當天公漲停 今天創新高 台圍體 上禮拜四不跟著賣 今天跌停板 差了快30塊錢 這就是一個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股票要如何的 一檔轉完再換另外一檔 那個互動之間 持股的一個銜接之間 那個緊密性 你有沒有辦法掌握住這樣的一個節奏 那關係到你的資產的變化 我有沒有盡我所能 浪費你的資產 一檔中原再換一檔 生技股的一個賣出位置 不管是智勤還是台圍體 你覺得夠不夠漂亮 頭面你應該自己去感受一下 好不好 頂漢上禮拜五 持續心靈創高 今天一個頂漢 漂亮 238.5 今天盤中 快攻漲停 今天一個台圍體 快跌停板 一來一往 插兩根停板 至少插兩根停板以上 所以頂漢 今天在亮燈漲停板 在創新高的同時 告訴我們尊榮VIP的一個會員 目標價 當當當 在這裡 安心抱擾 強勢主流類股 好不好 我們給你的這些個股 有沒有幫助到你資金的規劃 包括這一檔中資 上禮拜我告訴你 整理完就會再漲 該整理的股票 就讓他整理了 今天還是會動 所以我希望在 目前來講 年底大作帳的行情 當然還沒有結束 大盤今天頂高 所給你的是一個多頭方向的 一個債缺力 今天我調節的一些持股 當然是為了低檔 轉進一些更強勢的主流類股身上 所以年中的圓夢計畫 你看查爾斯怎麼帶你做帳的 不管是A賺的一個專案 還是B黃金的專案 為的是要幫投資廟 創造千萬人神的一個財富 資產要怎麼倍速規劃 我為挑選強勢主流股 帶你領先布局 尊榮VIP的一個搶先賺 今天特別的一個加碼送 258的一個紅包哈利 今天先送出去 所以希望在今天一個節目結束之後 有原則把握住 蔡老師送給你的尊榮VIP 搶先賺258的紅包大禮 幫你創造千萬人神的一個財務 歡迎你的加入 明天見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三十七度的海 二十四度的山 四十二度的美人湯 一百度的溫情 半山半海美人湯 紅樹林捷運站 香林山海會 02-2809-0808 投資大師巴菲特說 尋找明星產業是我們成功唯一機會 蔡老師說 抓住主流順勢而為 不賺都難 只要找對主流 就會比別人快一步 比別人賺更多 您還在徬徨 不知主流在哪裡嗎 蔡老師創造主流價值 讓蔡老師引導您再度出發 現在不打直銀追見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盛軍 亞洲投庫 共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接近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亞洲投庫 2578-3777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